財品油鹽醬醋 醬真的很重要 醬是烹調的靈魂 可是醬料要吃的健康 那吃的正確是有一些原則的 沒錯 而且大家常常忽視醬料的 所謂的風險性 我有一個才三十幾歲 生病症候群的病人 蛋白鳥 蛋白鳥結果當然就腳就腫起來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不能吃鹽巴 你那個那麼腫 少吃一點鹽巴 結果你這次來看 腫到腳 腫到大腿 下次來看腫到肚子去 你知道嗎 再下次來看會喘 哇 那代表水都跑到肺裡面去了 嚇死人了 就趕快收住院 那收住院吃醫院的伙食 那就改善了 那改善了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說你在家裡是不是吃得很鹹 沒有啊 我都不加鹽巴的 結果他老婆講說 對啦 都不加鹽巴 不過他很喜歡加醬料 那其實我們很多醬料 為了保持他的就是抑菌 所以他加了很多鹽巴 或者是為了他的口味 甚至需要很多的糖 那這些東西加進去其實 對某一些人 其實是會造成相當的負擔 那甚至病人那就更不得了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常在家裡面看到的醬料裡面 會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是防腐劑 因為市售的醬料 他很怕這個罐子在貨架上都會鬆開或幹嘛 而且都號稱保存兩年 如果沒有防腐劑怎麼撐兩年 對 然後他還要加抗氧化劑 這個更是不得已 為什麼 因為坦白講 你要保存兩年了 裡面的油脂大概都會氧化掉 對 何況如果你是塑膠瓶 它本身不像玻璃瓶 氣密性比較好 塑膠瓶那個空氣甚至會滲進去 所以你基本上如果沒有這些抗氧化劑 它就會超於IV 油耗味 那當然顏色漂亮那是必然的 對不對 你即使用水果做的 每一劑水果生產出來 顏色可能都不一樣 你怎麼辦 你要把它調到一樣的顏色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濁色劑 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煤膠色素 就從化學提煉的 從食油提煉叫煤膠色素 那當然一部分是加糖色素 用糖去 其實也不是用糖 它是用果糖脫水造成的 酵膠色素 那這些東西本身其實都有很多疑慮 包括造成什麼過動症 酵膠色素 甚至也被報告某一部分 製成會致癌等等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日式調味料 很多什麼 你看它加了一堆化學字 好像化學老師一樣 我看過一個餅乾加了34個成分 一片小餅乾 那這些所謂的鮮味劑 它讓我們覺得鮮甜 不是真正的甜味的甜 它是那種甘甜 這個味道來自於我們的核甘酸 所以加了一堆核甘酸 所以有一些鮮甜 它有一點點類似代糖的效果 就是說它不是加入真正的糖 可是它加的成分叫做核甘酸 可是那個酸在我們舌頭 在嘴巴的味覺裡頭 創造的是鮮甜的味道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 像雞粉這些東西的主要成分 湯雞湯塊那些東西的主要成分 到最後當然是甜味劑 甜味劑當然現在來講 大家說加糖其實都還是好事 你知道嗎 可是很多連糖都不加熱 它直接加什麼蔗糖素 那個甜味是蔗糖的兩百倍 什麼阿斯巴田等等的問題 那加熱這個東西 它不但價格便宜 而且甜味很充足 所以可以節省成本 可是一個問題是後來研究發現說 那個甜味劑有些加熱的時候 它甚至可以產生一些對人體不好的物質 那你當初核准做研究的時候 你加在果汁裡面 你甜味劑加在那個可樂酥 吸打裡面 那個根本不會加熱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它會產生壞處 可是你把甜味加在這些醬料裡面 你要下鍋的 那結果就是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說這種常見的添加物 各位買的醬料的時候要看一下 加的太複雜了 你再想想看 而且阿楓老師 剛剛示範的是自己做的醬料 以及這樣的醬料可以簡單的做成什麼樣的料理 那自己做的醬料 要提醒觀眾朋友 保存期限就不可能是兩年 那醬料呢 基本上還是要新鮮吃 新鮮用 保存很重要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被一件事迷惑 你買一個醬料 它上面寫保存期限兩年 打開之後 你一直看 我可以保存兩年 其實打開之後 不見得可以保存兩年 你要知道 打開之後你的筷子 你進去挖的湯匙 乾不乾淨 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有一個病人 六十幾歲的病人 第三期的腎功能不全 第三期的腎功能不全 其實是對我們來講 算是比較早期中期 這樣子 並不是很糟糕 結果有一次來門診看 就說 他最近一個禮拜都吃不到飯 我想說奇怪 是不是腎臟突然變壞了 就在門診 就叫他不能走 緊急抽一個腎功能 尿素蛋 計算肝抽起來 奇怪 跟比上次還好 那為什麼吃不下飯 因為病人一週吃不下飯 所以下去會有事 就直接搜住院 因為找不出原因 門裡沒有時間查了 就搜住院 一搜住院檢查 肝功能異常 那問了家屬 問了半年才發現說 這個六十九歲大姐 她有一天打開他們家 都有班講很久沒用了 發現長毛 她老姐就把上面的毛刮掉 然後下面挖著繼續用 那你要知道 那個毛應該是黴菌 它是黴菌 可是黴菌裡面有的很一般 可是有的很毒 像黃菌就很毒 黃菌如果給你長上去之後 它本身不但說慢性會致癌 其實它有極毒性 黃菌吃下去 它是已知生物合成最毒的東西 而且它沒有安全劑量 所以黃菌一旦長上去 因為你沒辦法辨別 其實我跟大家建議 真的長毛就丟了算 因為如果黃菌長在上面 還挖十公分 你那個醬料到底有多深可以挖 大家為了節省 就上面一層撇掉 然後就煮了 就變成這樣子 急性的乾損傷 所以請記得 真的划不來 為了一個醬料 乾壞掉划不來 那一個還不是完整的醬料 可以已經用了一半了 對 所以這樣這種情況保存要小心 放冰箱是最好的 然後進去掏的筷子 都是要乾淨的 然後最後長毛了就算了